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沿字旁第一点可以是右点 也可以像这样子写一个竖点 然后是一横 这一横抗点角度要稍微明显一些 然后写完之后 这一点在这一横的一定是右边收笔的地方 不要把这一点写在这一横的过于靠中间的感觉 因为它重心在这边 然后一横 两横 第一横短 第二横稍长一些 它们的倾斜角度跟这都是一样的 间距也差不多 这两横基本上在上面一点的下方 右边不要跟这个横完全齐平 略微的往左一点 然后写这个口 第一竖一定要斜 这一竖一定不能直 如果一直的话 沈哥的这个就就裂开 就裂了 歪了就 然后这一横呢 跟上面的这个横都是这个清洁角度都是一样的 这一竖 这一竖首先它也要写 然后呢 它的这个位置非常重要 它在上面这一点的这个下方 不能够太靠左或太靠右 如果太靠左 太靠右呢 这整个的这个 这个 盐子旁的这个重心 还有它这个位置啊 就会不太准了 然后呢 这一横 抗间角度跟上面是一样的 整个的这个盐子旁呢 写完之后一定要瘦高一些 不要写的过于的宽扁啊 这个盐子旁呢 主要是在这个 呃 左右结构中盐子旁的一种写法啊 如果盐子旁在下方的时候啊 呃 它就不会写的这么倾斜了 它会写的相对来说会平一些 这些横的这个长短呢 呃 也不会呃 像这样子 它会像单写盐呃 呃 类似于单写盐的样子了 好的 这个就是盐子旁的写法 我们今天